2022年5月12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走的是不错呀 你看外盘 以美股为例 那纳指都跌三个多点 是不是很厉害 它那边最主要的 咱们还是中概股出现了一个大跌 因为中概股不又有11家被预宅盘吗 你看看 如果加上前面的一百零几家 现在又达到了多少家 照这么整 这300多家都保不住了 好 那么中概股都跌了 你说咱们A股尤其是这些科技类的 就在刚刚 你看就在刚刚收盘前的 就这一分钟两分钟 瞧见没 就这几分钟之内 早盘表现还不太很一般的 像半导体呀芯片呢 都出现这样的突然拉升 瞧见没 就是这个 没有这波拉升 大盘 咱们上午应该是收的一个 均线线下方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来 瞧 科创50 现在是有走好的迹象 我们打到这 瞧一眼 科创50 你瞧见没 最近这一个阶段 它已经连续反弹 并且已经在20线上方 而且50线 现在马上10线也要拐头穿上20线 即便是这个位置回调一下 那么它可是一个走稳的事态 所以这个科创板这块呢 还真的不是说吹的 你看它下面有亮的 那么不管怎么讲 我们还说回来 芯片呢 半导体这一类的东西 他们并不是说在这块就没有未来的春天 也不是说他们在这就成为弃子 它跟这个东西不一样 跟像宁王啊 像这些李战池 他们不一样 像科技新国 咱们不是停留在嘴上 说哎呀我们发两个文件 喊两句口号就搞定 这个东西是需要真金白银 需要长年累月的往里砸钱 投技术 研发等等 投钱 所以这种东西要是没有的话 什么科技新啊 什么啊 这个是白扯 那么就这个是长线的东西 它可不是说的 就这一半天就拉倒 跟早年 有人特别怀 就是这边想啊 就是怀念那个 在99年 就是现在很多年前了 那99年是哪年呢 是不是很多年前 那一波 就是互联网上涨的时候 那一波就喊着一个科技如何如何 结果一二年的时候不也招不下来了吗 但我们现在这种东西可真是不一样了 一是体量大 第二是啥啥都得用上它 你看就是汽车 现在假如少了半导体 还是少了芯片 少了任何他们两个一个 车都开不出去 对不对 它跟早年不一样 早年那的车根本就 基本上很少用它 而且那个时候 咱们国家还不产这些东西呢 那现在我们说啊 芯片这种东西 它可是被卡脖子的 那么半导体是我们卡别人脖子的 大家一定要整好 这两个东西原本 他们两个应该是悖论的啊 就被道尔池的东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为半导体这个东西呢 出现了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呢 我们就不在这讲了 好 大家知道这个事就行 你像今天早盘的时候啊 上午 大盘之所以没有跌下去 就在这儿 网上就这样 那么除了一些个酒啊 药啊 就这些个老抱团 他们贡献力量可不小 但是今天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自从你看一到头一个小时之后啊 因为头半个小时呢 包括今天的跳空低开 低开到哪个点 自己查一查 3044点 没错 就是五月份开盘价 在这儿开盘之后 这不就能代表着 这可不是偶然呢 朋友们 这绝对不是偶然啊 谁说偶然 那都得跟他急 对不对 3044点 那就是咱们今年五月的 这个属于开门红 那么要想红五月 必须收盘价 月线的站在 3044点上方才能红 这个道理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说到今天开盘之后 头半个小时的事儿 头半个小时冲高回落 那么预计着今天的可能啊 今天也会下午可能冲高 然后回落 就是咱们指的是开盘八法上讲 好久没说这个事了 因为我们看到啊 最近技术呢 不太管用 为什么 就是在这两个月 技术为什么不太管用 因为现在是一路阴跌呀 对不对 那我们瞧 你看 这一路阴跌 你拿能拿 不能拿技术来说事 因为这个平台下跌 这不是技术能判得出来的 它都是消息打压 对吧 你看这是啥 这是啥 这都是有政策的 那么这些东西 咱们可不敢褒贬 所以咱们呢 为什么说现在又敢回头谈技术 你看一看这半个月 就是从我们从这个指数上瞧啊 放大一点 朋友们 就是这半个月来 指数也好 还是走势也好 都符合技术形态 那么我们在今天早播报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一个词 叫量化交易 现在又回到量化交易的时代了 你看 这些量化基金呢 这些汇道门啊 阿玛阿稿又都冲出来了 现在技术又管用了 为什么呢 就是根据这些个量化交易 它们有好用 因为它们呢 量化交易 大家脑补一下啊 就是一些机器在进行大数据运算 通过逻辑算法 然后呢 进行自动买卖 它不看人为的消不消息 它这里面所关注的 就是技术涨多了 它就产生了卖出信号 技术性下探多了 那么就出现一个买入信号 它就是存牌的低买高卖 就是量化交易 为什么去年9月份之前 我们谈到了量化交易的天下呢 去年9月份以后 大盘就没打好过 但是人家9月份之前之后啊 就这一大段量化交易 赚了盆满钵满 尤其9月份以后被规范了 那么大盘也就死气沉沉 交易量也下来了 就包括这个 就是最近这半个月啊 就是从2958起来以后 这一波跟量化交易 是决定性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又拿到啊 今天的手势 用这个技术来讲话 开盘吧网上讲 低开高走冲高回落 那么呢今天可能就会是冲高回落 这个咱们指的是 按照技术这么一说 大家这么一听 即便是回落啊 那跟我们手持的个股 有什么关系呢 眼界都是一些个 就大家伙在运作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一点就行 就是这儿跌不下去了 只要说这个位置 不放出什么进一步的利空 那么我们就放心了 因为大盘在这儿横着的时候 你看今天这不是横着的状态吗 如果不是尾盘 就是上屋尾盘 这一波芯片和半导体的拉升 我们瞧 芯片半导体打开它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芯片 是不是就这个 尾盘不就这段 它的拉升吗 对吧 那么这个没毛病 那我们再看半导体 你瞧瞧 这不也是尾盘 就是这一段 它们的拉升 那么逃去它们的拉升 咱们回到上证指数本身 上证指数本身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不也很好吗 在3060点的附近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不也不错吗 总之 我们现在强调的一点 这个位置要是能横住 就很不错 因为它明明该跌不跌 这个就是一种强势 强势能代表着资金 现在大资金也不愿意往下沉 因为沉的时候呢 它将来接筹码是便宜点 但它手里的这些 现在现有的东西 贬值受不了啊 对吧 现在鸡民们都天天赎回 现在古民们 现在天天给这骂娘 你现在不敢那么乱搞了 对吧 现在只要是瞎些了 你记住 都是带血的馒头 所以这些带血的筹码 这些主力大饿 他们吃的时候 他们也得琢磨琢磨 是不是卡脖子 被给它卡住 它吐不出来 好吧 咱们也就是谢谢愤 那么在这我们说 要是横着的话 那咱们很高兴 主力呢 不消耗子弹 散户呢 给这不亏钱 在这如果是能够 在这坚持着横几天 看 给这还有多大一空间呢 也就是 推算具体的日子 就是519吗 5月19号 就是下个周四 也就还有五天 朋友们 给这如果再推上五天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赶上 519这波行情啊 519行情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 今年的形态 还有今年的社会环境 乃至于消息面 包括政策面 基本面 这些叠加到一块啊 很相似 很类似 用很多形容词 咱们就不说了 好 在这说个结论 今天大盘 头一个小时 我们瞧啊 头一个小时 摆着档上 因为头半个小时呢 是反应外排 然后后半个小时呢 是反应咱们自身 这不都已经反应完了了吗 震荡结束吗 那么之后 这个一个小时呢 就是属于叫做 信玛油缸 就是乱天下 这个乱天下呢 就没有亮了 那么今天上午 这个虽然说指数在这 如果没有 这个芯片和半导体的上升 它处于一个收盘 除了收音线上 那么收音线 我们昨天和今天早上 分别讲过 尤其昨天晚上说 这个位置 要是收音线的话 那么可得缩量啊 因为上涨有量 下跌无量 这个才是一个 就目前最适合的状态 如果下跌的话 要放量就坏了 那就是摆散户套里了 来我们看这 这是不是大盘 就是上证指数 创业版 他们走出了统线共振 同时今天成交量 上午是4900亿 昨天是多少啊 朋友们 昨天给这都达到了 6000亿多 对不对 6200多亿 那就缩了多少 缩了1300亿 所以还是出现缩量 既然缩量上涨 而且市场热度值不低 是67度 同时早盘的时候 你像电力 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油气 这个也是受到国家政策影响 工程建设 包括新冠药 白酒 还有快递物流 和纺织服装 还有新零售 这些东西都是在受利好刺激的情况下 就这些天 他们都分别承接了一些个利好情绪 所以就在这儿呢 我们还定义为主力没跑 而且咱们散户呢 我们可以安心持股 那么第一支撑点位 咱们今天早上给出来的是3035点 还记得吧 有人说帮助你说说那个逻辑 好 再把这儿赘述一下了 我们用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看 瞧 这个软件是啥意思 首先我们看到这儿 就这一天 就这一天画圈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5月6号 就是咱们A股开盘这一天 开盘了 开盘之后呢 这一天直接 咱们的3044点 就是开盘价 那么这未来就是5月的开盘价 如果说5月份要是 看到没有我画这根线 就不跌破 不跌破呢 那这个位置就是证明 消息上给一定的释放 释放的就是在这儿 要出现红5月 那我们就很高兴了 来我们再说一说 这个3035点是跟哪来的啊 用60分钟图看 朋友们 瞧瞧60分钟图写着呢 3035点是第一支撑 是哪就是这儿 那么这个位置是咋来的 你摆着光标放到这儿 就能看得见呢 朋友们来 看 这是啥 这个就是5月11号 上午 第一根60分钟线 看到没 60分钟线 我跟大家讲过这方面的技术啊 就不赘述了 就是最大的这个阳线的下轨 只要是不跌破 这个位置我们就拿着 记得不 这个是防御体系里的 对吗 选股 买股 做股票 一定要自己有几个体系 一个是选股腿体系 再一个 这个就是进入到股票的一个叫防御体系 这个不正好是3035点 就是个防御体系吗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看啊 就是这一天的60分钟 第一根就最大的阳线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位置 心里头没跌破这儿的话 我们也不慌 就等着呗 现在大盘不跌 个股呢 跟他轮着涨 没轮到咱们这儿 咱们就消停点 别折腾 一看啊 今天假如啊 白酒又涨了 那么我把我手里面涨的股票 或者亏的股票割掉 然后赶紧追白酒 你记住你刚追白酒 反手扣你 就像昨天很多人追宁王 还有昨天很多人又追什么其他了嘛 七招这些东西啊 结果当天被套 只要咱们不动 记住 有一句话 咱们早播报之后不说了吗 散户不追高 韭菜变镰刀 好 朋友们 我今天上午呢 减仓了 减仓了是中俄贸易 减了半仓 记得不 我中俄贸易昨天不加仓了吗 因为原来还有4.3%的底仓 昨天我加了4.3左右 然后经过上涨呢 今天我相当于 减掉一半的仓位中俄贸易 是不是相当于跟昨天 第一位加仓中俄贸易 跟今天 昨天上涨了 今天又上涨了 今天上涨三个多点呢 这不是相当于做了一个T加零吗 对 我们就这样的反复折腾也就挺好啊 因为这个时候 主力都不赚钱 你想赚钱 这不太难了 那有点咱们 那个咱们得有自知之明啊 所以少赚点也挺好啊 这不是每天咱们还贴近市场 还降低持长成本吗 好了 现在的我的总仓位是达到28.9% 注资之后 为什么有人还问我 为什么注资 注资就证明我现在看好五六七月行情 资产配置嘛 这个是一个大框架啊 这个是咱们投资理财项目的一大块 资产配置就指你的家庭资产 有多少钱可以用来炒股 而有多少钱用来其他投资 包括有多少钱用来就是家里的流动资金啊 这个是资产配置的事 我正在把别的资金往股市里挪 为什么 还是那句话 就等着五六七月行情嘛 那如果五六七月行情来的时候 咱们这里面你光喊说 我没有用 你得买上股票在A股才能赚到钱嘛 所以咱提前买钱最不好 准备好 就等着上车信号 现在上车信号是啥 看我昨天和前天 尤其是周日策略会啊 说得很明白 好朋友们 喜欢古邦的家关注 下午有没有机会怎么搞 我们收盘跟大家剪清楚 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